驾驶拒绝蓝茶还冲撞远景 台中11号晚间 有远景巡逻时发现了一辆小照车 行机可疑 上前盘查 驾驶不但拒绝蓝茶还开车冲撞 远景及时跳车 不过警用机车被拖行了好几公尺 最后冲上了远行道才停了下来 而驾驶也随即下车逃逸 目前警方还在全力追起 警用机车被冲撞之后 驾驶加速继续往前开 机车被拖行与地面摩擦还出现火花 小照车最后失控冲上人行道上 还拨集了好几部机车才停了下来 远景立即追上前 这时驾驶打开车门夺门而出 拔腿狂奔 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次 白色小照车从前一个路口 一路将警用机车推撞 远景飞奔过来 差点就将驾驶带到 可惜最后还是让他给跑了 从很远的地方就追了 他卡了好几个车阵 然后还要倒车 然后又立下 我就用车要挡他 我以为他要挡 我就下车要把他拉出来 他就直接撞我的车 经用机车被压在小轿车底下 几乎成了一堆废铁零件散落一地 幸好远景当时立即跳开 没有打碍 那本分局目前已经锁定目标追其中 一号晚间七点左右 远景骑车巡逻 发现这部白色小轿车行机可疑 停等红灯时假话揽下 没想到驾驶不但拒绝盘查 还开车冲撞 最后汽车往附近巷弄逃逸 警方调查车主是失踪人口 研判驾驶应该不是车主 目前将以车追人追查驾驶身份 以厘清案情 谢谢你们吴福燕 洪杰明台中报导